大美,你看你现在怀着孕,少看一些手机,这样对孩子不好的不是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你怎么每天都要宠布这些话呀,我就记住了 这我也是为了你好嘛,我怕你记不住,所以天天提醒你 我不用你提醒,好不好的我自己心里面没数啊,一天天的你说那么多话也不怕别人耳朵起茧子 大美,你怎么能这样说妈呢,这妈不是关心你吗,这你看,就每天上班在外面,这家里啊,就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就商量着呢,别对妈发火啊 行,我知道了,行,行,行,妈,这时间也不早,我该去上班了,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大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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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大美,走了 老伯子,刚才小白在来了,我没好意思大声跟你说话,你什么意思啊,非要当着她的面说我呀 不是啊,儿媳妇,我刚刚不是看你想玩手机吗,所以提醒一下你 我用你提醒啊,你说你闲着没事就天天是为了监督我呀 我告诉你,这让你过来是为了照顾我的,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的 不是的,儿媳妇,你误会了,这我儿子说让我照顾你的 你还,你饿不饿,我就给你做点吃的 你成天除了说那些废话,就是问这些废话,你觉得我饿不饿 我都现在还没吃饭呢,我现在可是两个人呢 别生气,别生气,这生气也对孩子不好,我这就给你做饭 你,你等着啊 这不是年纪到了,干什么什么不行 喂,小飞,啊,喝酒啊,行啊,都不知道我都多长时间没喝酒了 我老馋的一口了,嗯,你在那等着我啊,我现在就过去 妈,你回来了 妈,妈,怎么就是你一个人啊,大美呢 大美他不在家 不在家,干嘛去了 我听到有人给大美打电话 大美好像去喝酒去了 喝酒 她现在怀了又怎么能去喝酒呢,她跟谁一起去的呀 我听到她叫她叫小飞 小飞 她那个闺蜜啊 这小飞也真是的 这大美明明怀了,因为拿着她去喝酒 这一点事都不懂嘛 是啊,这我也不敢说她什么 等一下你回来好好跟她说,你们俩别吵架 行嘛,那我知道了 那你见我休息啊,别在这等她了,我等她 行一天好好说啊 嗯 大美 大美老白衣 这个真高兴,再喝两杯 大美 你喝多了一点 没喝 干嘛呀 还没喝多呢 你看你看,这眼睛睁不开了 这都几点了,都十一点了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在喝点,你怎么能喝酒呢 你有完没完呀 唠唠不停了 你可真是给你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都是一样的爱唠唠 你不就是喝点酒吗 有什么呀 我又没喝多啊 你还没喝多呢 这话都说不清楚了 大美,你现在的怀着孕呢 你肚子里还有一个人呢 你说万一你这喝醉酒了 回来的路上出了什么事 这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呀 行行,我知道了 别说了,成吗 嗯,我投缘啊 行了 走吧 进屋睡觉了点 我告诉你啊 下回不是再喝了 听到没有啊 妈子 回来了 大美呢 在我休息呢 没有 大美这又出去了 什么 又出去了 是啊 这又干嘛下来呀 还是跟她那个闺蜜一起 出去玩去吧 好吧,这个大美 我跟你说的话 她当耳膨疯是吧 什么那么听 您就又去喝酒吧 儿子 她现在怀着孕呢 你说话跟她好好说 不关于她的情绪一激动 对孩子也不好啊 行,妈 我知道 你放心 回来之后 我会再劝劝她的 你也知道 这大美 她也不喜欢我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说什么了吧 怕她又发脾气 要不你等下 给她好好说 这妈先进屋去 免得她看到我 又生气 行吧 那你先回屋吧 不停 大美 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呀 我让你不要去喝酒了 你怎么不听话呀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喝酒了 你妈又跟你告状了吗 告什么状呀 你看看你身上一身酒味 我都没喝多少 哪有那么大的酒味 大美 以后你给小白你少点来往行不行啊 她也是的 知道你怀的孕子 还拉出去你去喝酒 她不懂事 你还不懂事啊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是跟小白喝酒啊 还说不是你妈告状呢 你妈 这年龄大了 这嘴巴一点都不严实 长舍负一个 大美 你怎么说话呢 这 这妈跟我说话也不应该的吗 你说我一回来找不到你了 这妈 再不知道你去哪了 这 我这干怎么办呀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 但是我现在是怀孕了 我还可以走动的 我不是犯人 我没必要一天到晚都在家里面待着吧 我自从怀孕之后 我是这也不能干 那也不能干 我到底要怎么样 在家憋死吗 你出去玩可以 我理解你 你在家憋得受不了 但是你喝酒就不对了吧 大美 你说你喝酒 烧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吗 你说呢 还有在肚子里的孩子身体呢 万一 这孩子在出了什么事 你后悔都来不及 能出什么事啊 我看你们就是小题大做 什么小题大做呀 大美 我们都是为你好 你怎么那么不领情呢 行了 什么为我好为我好 总是干涉我的事情 你知道你为我好的 是我想要的吗 我懒 我懒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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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疼了 肚子疼 这该不会要伤了吧 你别急啊 我现在就打120 妈 妈 喂 120了 大美 你说你那么激动干嘛呀 这幸福啊 孩子和你都没什么事 要不然 这可怎么办呀 你们做什么事啊 我现在不好好的吗 还没事呢 你看这孩子生下来就有荒诞 不都是因为你吗 这不听话运气的说 还喝酒 你懂什么呀 这小孩多多少少都有的 这不不关我的事 你呀 这孩子也生了 还待在这里干嘛呀 出院吧 不行啊 这医生说了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 不能出院呢 不行 我自己身体 我心里面没数了 我好着呢 可是医生说了 你这情况 必须得留院观察好几天 这怎么医生说什么 你信什么呀 那在这医院住着不花钱呢 我在家躺着不行吗 可是医生说了 你这怀疑的时候 你没注意到自己的身体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可怎么办呀 你下午谁呢 能出什么事啊 走吧 出院吧 医院憋死了 全是药水 这些拿着 行行行 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行了吧 干净 快点 妈 妈 妈 走走走走 咱们赶紧上衣 走走走走 来 小白 你怎么说的呀 我这没事吧 要不要紧 会不会死啊 我还能不能活啊 大梅 医生说 你这是产后产后大出血 不都是因为你吗 不听众医主 不让你出院非得出院 而且回家 洗流水走 所以以前做成大出血的 那我这怎么办 医生说 是不是休息几天就能好啊 医生说 让你在出院的一天 好好休养休养 大梅 你现在知道话了呀 这当初咱妈和我关心你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呀 你说不是没事没事吗 说什么你都不听 结果呢 大梅 好天啊没有啊 妈 我现在除了肚子疼 也没什么不舒服的了 这女人嘛 生孩子 生过之后 肚子也会疼一段时间的 你呀 就好好休息 什么事都别想 有妈呢 妈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 任意妄为 我爸 你们对我的关系 都当成一种多余 行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别客气了 大梅啊 记住 咱们做的所有事 说的所有话 都是为了你好 你那还不领情 现在这样了 你也知道后悔了 行了行了 你就别说大梅了 大梅啊 就放宽些 好好养身体啊 好